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访华 在8月19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世宏 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合作谅解备帮录 说要促进双方的本币结算 本币互换 还有跨境支付互联互通领域合作 这是两件事 本币结算是一个事 互联互通就是这条铁路 所以说等于是苏林干了一件大事 中国这边也是给苏林一个他想要的结果 其实按照现在很多媒体说法 苏林访问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 那就是他的成功也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失败 18号到20号 苏林对中国国事访问 为什么说美国失败呢 大家看 现在还整个东南亚地区 除了菲律宾是铁杆美国盟友之外 没了 美国就盟友 铁杆美国盟友没了 当然还有一个新加坡 那个地方非常特殊 他算不算国家都是个事 咱们看 现在这个区域 东南亚区域 基本上是美国除了菲律宾以外没有铁杆朋友 从越南现在被美国这么拉拢 都已经是 他现在还是在两头下注 但是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完全倒向美国 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越南没有完全倒向美国 通过这次高层接触 确实越南其实核心还是要发展自己 这点咱们看得非常明白 中国本身长期就是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五大贸易伙伴 这是美国人给不了的 美国人在东南亚为什么现在想使劲 使不上劲 就是这点 而东盟又是中国在全球的最大贸易伙伴 你看 所以这个关系又决定了 中国和东盟之间关系肯定比美国和东盟之间关系要更稳定 软负重去世之后 苏林上台 苏林上台后的首访就来到中国 通过务实磋商 等于是 特别是管控海上温急 这里应该有共识了 那就是美国想要用菲律宾和越南共同挑衅中国在南海里 现在看越南这块 人家越南现在看非常明白 我要的经济力不是要跟你在海上争端 苏林访华是重大事件 这个事是美国拱火越南访华 越南访华 然后挑起中越关系紧张 失败的证明 你的失败标志就是人苏林上台后第一时间就访华了 你的拱火挑衅失败了 越南向全世界释放这个信号非常明确 就是美国所谓的制造代理人来对抗中国这个做法 越南不买账 越南美国不会取得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怎么努力 美国人在越南再怎么努力 越南比如越南有很多非政府组织 还记得吧 谁搞这个颜色革命的 很多商业组织 对吧 以商业名义 这是美国传交士经常干的事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 其实核心目的还是为了美国最终是要搅乱这个地带 他搞的事就是要美国搞乱这个地区 比如他们讨论什么越南的民主转型 讨论政治改革 越共中央当然看清楚了 这个才是他们心目的大患 这里边有个底层逻辑 就是不光是越南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 就是说对外战争和对内的斗争 两种竞争 对吧 哪个最危险 中国人有句话 攘外必先安内 就说内部斗争是生死的 而对外战争不是主要的矛盾 为什么历朝历代 其实你看各种王爷 你让他去打外边的战争 他失败了 他没有生命 就是全家被斩首这种生命危险 对吧 对外战争 但是对内一旦是 比如说这个王爷有造反的协议 他要和内斗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是全家被杀亡 越南也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内部永远是我首要的 这就产生一个矛盾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会给很多外资企业超股民待遇 为什么给外资企业超股民待遇 因为再怎么给外资企业超股民待遇 它强大以后 它也不会过来反我 它是这个逻辑 毕竟他是外国人 他只为了挣钱 但是我给国内的这帮企业搞大了 你看阿里巴巴那类的 搞大了 太过可能反过来反噬我 内部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他们最关注的 越共中央当然也意识 你在这搞民主改革转型 按照美国的叙事来做的 实际上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内部的管理 内部的治理 内部的社会逻辑 是对于中国和越南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他们想要破坏越南的国内环境 破坏中越关系 这个努力现在是归零 就是他没法清除掉中国和越南之间 这种经贸联系或者人们联系 咱们强调是北方 北方 他在南部 越南南部确实是 那地方离中国很远 一千多公里 他确实是美国向里更大 东南亚除了菲律宾以外 美国没有任何盟友 这个地区现实美国也得认 包括越南印尼 现在都清楚 这些自己非西方集团参与国 西方是怎么看待这些国家 他自己非常清楚 全球南方国家 自己是个南方国家身份 那他必然要加入到南方 现在这种组织里面 南方组织 金融国家现在做得很好 苏林在现在看 确确实实打破了美国原本计划 他接下来访华 咱们讲要三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当然是刚才讲的 本密互换的 包括中越铁路建设 咱们讲 苏林应该是越南方面 要求铁路资金由中国提供 中国可能跟他要谈 这个事最后 比如越南向铁路方面 向中国取经等等 寻求所谓的基础合作 中国并不会是免费给的 肯定是有交换 还有海上争端 是吧 也得谈 其实看过咱们以前聊经济的 其实都知道 美国人马上开启降息 那这个时候越南访华 他也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 就是美国美联储 持续给降息打开通道 这个步已经开始走了 降息应该基本没有选择 美联储一旦开启降息资金会陆续的出逃 美国 那对于这种资金价值 挖地 东亚 尤其是中国 现在所有人首选目标 他在苏林访华 同时 这个又派了全权代表 越南国会主席 在接触美国驻越大使 而且向美国方面提三个要求 要尽快落实的三个要求 这个 这实际就折射出越南是在什么 是在两头讨好 七强 所以我们看 这个千万不要以为 越南人就是导向中国 他也没导向中国 他是在搞他的这个叫 自己的叫逐世外交 但是咱们要看南斯拉夫 任何的这种 这种 这枪头草 一定最后是被挂了的 这次 这是 这是 绝不可能 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个小国 讲左右逢源 一个 一个小盘算 咱们要看清楚 越南并没有导向中国 访华之前的接触 美国 这个 向美国提要求 这已经表明 就是他想要利用这次访华 从美国身上获利 看到吧 就是你要不答应 美国不答应 我投共了 是不是一个道理 实际就是两头 他其实还有一个盘算 就是中美博弈之下 苏林现在考虑的实际就是利益 你们两个博弈 我要的当然是利益了 而且中国呢 中国现在是重拳在 这根本也不是次权了 重拳在准备 你看 中国泰国 还记得吧 英纪24 中泰联合军演 对吧 金边那边 对吧 柬埔寨 辅南运河正式开工 全都是密集的重拳 在打向 你这个墙头草 美国和越南呢 反应当然非常强烈 对吧 这个 这个 辅南运河开工的时候 柬埔寨 洪马奈 亲自出席 释放烟火 倾注 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让 你看 他们柬埔寨的话 我们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鼻子呼吸了 对吧 这个 对越南来说 当然是 尤其越南南方 当然是失败了 尤其是美国 说完 你想要 这个 跟中国合作 对吧 你直接绕过越南 跟中国合作就可以了 不用再走越南 泰国也 看的比较轻松 中国有这个能力 未来 柯拉运河 大家注意 柯拉运河 你看这个 浮南运河开工之后 他直接就进 这个 泰国湾 那是直接从那个地方挖一个运河 是不是就出去了 用走马利亚海峡 所以咱们 咱们下一个关注是 泰国的柯拉运河 我估计也可能开拓 主要看新加坡 自己给不给 其实也跟他自己没关系 新加坡这个毕竟 是美国控制区 就是 再怎么 你怎么 这个新加坡 再怎么折腾 他就是个起墙派 再怎么折腾 中国可能 也不会去 也不去管新加坡的感受 一定 我觉得一定会开通 否则 德中复杂运河 为什么要开通 就是这个地方区的骑墙派 让你彻底的 骑吧 你骑最后就是 给脸不要脸 失去 自己的全部利益 越南南部 现在就失去利益了 我有自己的 柬埔寨运河了 紧接泰国这边 是吧 如果你新加坡这块 给我封死 那我就是走克拉运河 这个是 对吧 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我们为什么在柬埔寨 挖这条运河 实际就是 未来从印度洋走的 我们就走这条通道了 有些国家还没拧不倾向 越南现在还没拧倾 他如果不赶快 导向中国 他有可能失去更多 新加坡现在来不及了 我估计 来不及了 泰国已经变天了 他现在女儿 这个高铁肯定要建 泰国高铁一旦建成 是吧 克拉运河一旦开通 西加坡就完了 所有的东西 中国的货 以后就明确可以说 不走西加坡了 你们这些华人 还吃什么喝什么 说白了 在东南亚现在 还拎不清 现实的 还是在骑墙的 就跟中美 美国毕竟一万公里外 你跟他有什么好将的 你跟他有什么好合作的 就是这些人 还是抱着 昂主萨丽军这些洋鬼子 还在这给他们幻想 抱着幻想那帮人 实际未来是一定会 遭受 像越南南方现在这样 给脸不要脸 连饭碗都砸 这里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逻辑是 东南亚国家 刚才讲的底层逻辑是 东南亚国家没有搞清楚 中国的体量 已经完全超过美国了 中国的体量 是完全超过美国的 这是现实 只是他不承认 尤其是美国人 制造各种的媒体宣传假象 当你亲自去过美国 再亲自去过中国 你就知道 中国完全超越美国了 这种超越现在需要一个 很多人不断的认知状态 但这个没有认知状态 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 这就是利润 这就产生了利润 有些人就利用这种利润 在挣钱 像秦晓贺 但你要明白 这种中国体量超越美国 有人先已经认知到 他就一定会得到利益 而没有认知到的 那些人就会失去利益 越南南部就是这样 但是美国 你看有一个标志 有人说中国体量超过美国 是怎么的 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标志 咱们不用给他算那些数据 GDP那都假的 那是按美元计的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按这么计 你按照什么呢 你按照美国拜登上台之后 就去搞联盟 你按照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了 如果他自己体量已经是 还是原来压倒中国的 他就没有必要去搞联盟 去反击中国 围堵中国 他是搞联盟什么意思 就单算他自己能力 他根本就压不住中国 他只能去搞联盟 几个家凑钱一起 那才有可能 跟中国平起平坐 当然中国也不是傻逼 难道我不会搞联盟吗 我们在非洲 我们在金砖 我们个人要联盟 是吧 这几年都在搞 所以实际双方已经拼到联盟 这个层级了 说白了 就是美国的体量 就是单个体量 确实已经落后中国了 这是聪明人早就看到 只是那些骑墙派不愿承认 之后 都是不复了 一条路上 你会把这道路上 就会把这道路上